上回书说到少保罗城来到瓦岗山南山口外 城的爷传下话来了 这回大摩国国主要亲自出营 哎 我说丁天青盛宴时二位玉帝何在 四哥 我们哥俩在这呢 你们哥俩马上出去告诉老兄弟 本国主出山口不变 在城门口这等着迎候老兄弟 你们哥俩前去给我传话吧 遵旨 所以丁天青盛宴时出了山口外迎接少保罗城 罗城看见丁天青盛宴时了 赶紧跟众位弟兄甩凳离安下马 走上前来双手一抱拳 丁大哥盛大哥我罗城来了 哎呦老兄弟可把你叛来了 诸位兄弟你们好啊 大家伙全都彼此实礼 丁天青就走到罗城的面前 老兄弟告诉你 摩国上至皇上下至中瞻将都在南门外列队相迎呢 因为皇上出山口不方便 老兄弟你可别挑眼的 哎呦 诸位哥哥拿老兄弟我也太当回事了 那老兄弟上马请吧 大家重新上马 一直从南山口购奔瓦冈城的南门 罗城一瞧啊 这座山修得非常好 山到整齐 在山上是一马平川地 有打平川地这一直到山底下 一共是九道墙 而且是攻上弦刀出鞘 罗城心说 铁桶似的一座瓦冈山 谁能攻破呀 大家往前走着走着 就听见城中三声炮响 叨叨叨 紧跟着筋骨齐鸣 号角临天 瓦冈山的兵定齐声寒嚷 欢迎啊 欢迎罗殿下 罗城跟众位赶紧勒住了座起 就瞧见大蘑菇的兵将 二冬出水士 有打城里 灌出了城外 马上要文官 马上要武将 头一个就是赤法 灵官善雄系 身背后这面旗子上写着 五虎上将第一名 罗城心中暗笑 我就跟上五哥不对付 今天他愣来一个五虎上将第一名 好玩 有意思 这罗城心里厉害 他恨谁 他嫉妒谁 他跟善雄系有别扭 心说善老五位 你等着我 等五虎上将全都出来之后 秦雄秦书宝带着兵将出了南门 罗城一看一条大旨 我二哥可真有元帅的威风 再一看大魔国国主出来了 两杆大旗往左右一分 上边写着 大魔国天子古乐队 紧跟着全份的鸾架 当中间闪出来混是魔王 大德天子程咬进 罗城一看真像个皇上 头上戴着冲天官 身上穿着褶黄毫 腰横玉带足等无有脸 别瞧程死爷 垫脸猪眉 真有个样 这程咬进望前一催 大度的咕咕红 哎呦老兄弟 你想死四哥 你可来了 皇上来了 罗城跟手下人全都下马 赶紧跪倒在成咬进的马前 四哥在上 小弟给您磕头了 哎呦老兄弟 别磕了别磕了 快起来快起来 来来来上马 你我变马而行 跟着哥哥进去泡蘑菇吧 大家伙一听全都笑了 对走 咱们上里边泡去 众弟兄 就抱着 程咬进来到了金鸾殿 大家甩正临安下马 奔金殿上走 咱们殊不说废话 魏正说 四弟啊 老兄弟已然到了 你赶紧回归龙位 哎呦 魏大哥 您先等等吧 老兄弟来了 我得跟老兄弟说几句话 哎 我说罗成啊 我这个皇上可不怕你笑话 纯粹叫瞎起哄 瞎子不识 卖私言的 他们愣叫我望着一座称姑道寡 这是诚心挤的我 哎 老兄弟 你来的正好 你要文有文 要武有武文 我双全 又懂得兵书战策 干脆 这皇上归你了 啊 你上座 成四哥呀 咱们虽然在贾家楼磕头 是结拜的把兄弟 可现在 您有国号 有年号 您可是大摩国的大德天子的 您别拿这皇上不当回事啊 这皇上有随便让的吗 嘿嘿 老兄弟 我可不在乎 我根本没拿这皇上当回事 老兄弟 你也知道 为了反随朝 嘿嘿 让我成的爷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这回你来了 兄弟 让给你 四哥呀 天大的胆子 我也不敢做呀 既然我来到金殿之上 咱们就是君臣之分 四哥 您赶紧在龙椅上坐 我们给您磕头实礼 好 老兄弟 那我可就大胆了 说完之后 程咬金一端着龙袍 蹚蹚蹚 走上龙台 在正当中 端然正坐 罗承 跟带来北平府这十几位 一起跪倒 磕头见驾 程咬金高兴了 来呀 众位弟兄 摆国宴给老兄弟接风 上官邸马上让人去准备 时间不到 风风声声 酒宴就摆齐了 国宴了 这位皇上大德天子走下龙台 跟大家伙围坐在一起 滑拳行李 是开一回畅饮 罗承一看 这哪是金鸾宝殿呢 简直成了大饭馆了 大家吃了个酒足饭饱 有人把随罗承 一起来的十三位弟兄 接走安置住处休息 二爷秦琼 就把老兄弟罗承 带到了内宅 罗承看见舅妈跟婊嫂了 行完礼之后 落座说话 秦母宁是老夫人就问呢 陈儿啊 你妈跟你爹都好啊 舅妈 我爹我娘身体都很健壮 还让我问您好呢 哎哟 我在这有吃有喝的 怎么不好啊 陈儿啊 你表哥他们 要灭随朝 给你的舅父报仇血恨 我在这待着 甭提多高兴了 陈儿啊 你是随朝的燕山公 你是北平府的少保 你上瓦岗山来 你爹你娘知道不知道啊 舅妈呀 你想想能让我爹 让我娘知道吗 这才把自己 怎么蒙北平王老两口子的事情 跟舅母宁是老夫人说了一遍 秦琼也乐了 妈 表弟 蒙哄二位老人 也是出于无奈呀 还不是为了杀杨林报仇啊 罗承说到这儿 站起身形 舅妈 我还得跟表哥 他们商议点国事 就跟您告辞了 好了 你们的事要紧 赶紧去吧 秦琼也站起来了 表弟 你随我来 秦琼就把罗承带到帅府 然后命人 把魏征魏伯策 徐记徐茂公请来 时间不大 这哥俩到了 四个人落座 说了几句简单的客气话 罗承就询问了一下 当前的战事 三爷徐茂公 从四路兵将围困瓦岗山说起 一直说到 退了三路人马 说到杨林怒败 一字长蛇阵 哦 少保罗承点了点头 三哥 我听明白了 我看他 咱们大魔国一定能成大器 魏征一听用手一指 老兄弟 你这话从何说起呀 嘿 大哥 您听我告诉你 罗承就把在毛家级王家老殿 巧遇双腔腔定眼平的事情 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 魏徐茂公 秦穷这哥仨一听 一口同声 哎呀 这可谓天王大随 实在是太巧了 是啊 众位哥哥 今天我休息一宿 明天咱们哥几个一同上山 望下看看 他这一字长蛇阵 看他摆得怎么样了 咱们立即破阵 好 就怎么办了 秦穷秦叔宝 就把罗承 留到自己的帅府 两个人聊了会儿天 然后安歇睡觉 一夜无书 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 魏征徐茂公秦穷 陪着少保罗承 龙斯将任登 搬安上马 骑着马就上山了 就在瓦岗山半山的东北角上 望下观桥 罗承看了看 就问秦穷 表哥呀 杨林当初带着四路人马 困瓦岗山的时候 他这营是怎么安的 跟现在一样吗 不一样 他正备大营 安的是四方形的大营 表哥 您看 现在他的营 是不是变了 是啊 是变了 他这营 看起来 从头到尾 得有十五六里地长啊 成了长条形的大营了 表哥 告诉您 他椅子长蛇阵已然摆好了 您看 在正北方向 大营之内 那杆旗杆上带雕斗 那可是全镇的镇眼 您再看 在营的镇当中有个降台 他的舌头呢 就在咱们瓦岗山的北山口外 而舌尾呢 得到瓦岗山东山口外了 我呀 看清楚了 我也全知道了 徐茂公手里胡须 微微一笑 要不然说 行家一伸手 便知有没有啊 老兄弟 这一回 可就仗着你这个 都兵出战策的人了 三哥 表哥 大哥 有道是急不如快 快不如马力 我罗城既然到了 咱们可不能耽误时间 咱们立刻干净利落脆 把他这一次长舌镇 破了就完了 好啊 这哥仨精神一阵 老兄弟 你说什么时候破阵吧 马上就破 可有意见 二哥呀 明天您这帅位 可得暂时让给我罗城 好 那是自然 你当元帅才能派兵潜将 这样 哥四哥返回帅府 众位弟兄都在帅府等着 众姓捧月一般陪着少保罗城 喝茶吃饭 当然众弟兄说说笑笑 非常热闹 到了第三天 吃完早饭之后 二爷秦琼传下命令 勒鼓俱将 众展将全身 抬挥挂整齐 来到帅府大堂参见元帅 秦琼用手一百 两旁战力 插 众展将王 左右一分 二爷秦琼 抱权拱手 众位将军 现在我们把北平府 少保罗城 咱们的老兄弟请来了 为什么 就是为了破杨林 这一字长蛇阵 只有破了一字长蛇阵 才能打败杨林 众位弟兄 老兄弟前来 派兵前将 今天我秦琼 把这元帅的帅位 暂时让给罗城 众位兄弟 现在少保罗城 没再帅府 我得把话说明白了 咱们大家伙 一来比罗城的岁数大 二来 老兄弟罗城这个脾气 咱们都是知道的 一来骄傲 二来性情不好 算是办事认真 要是他执掌率印 派到谁的头上 让谁去怎么打仗 咱们必须得服从率令 即便是罗城 有骄傲的地方 有言语不周的地方 咱们还要念起 贾家楼 结拜的情意 为了破杨林 这一字长蛇阵 原谅这个老兄弟 二爷秦琼刚说到这 吃法灵魂 善雄信 望前一脉步 手里红胡须 二哥呀 您这话是冲我善雄信说的 您知道 整个瓦钢山 磕头的瓦兄弟 就是我跟老兄弟不对付 我也不管别人 就说我善雄信吧 我一不懂得兵书战策 二不懂得 怎么破这长蛇阵 别看罗城是咱们老兄弟 乘妥小能够压千斤 只要他临时执掌率印 他派我善雄信望东 我绝不望西 他让我打狗 我善雄信是绝不骂鸡 您赶紧把罗城请来 让给他率位 我是绝对的尊重服从 只要战败阳临 跟随手决阵到底 我善雄信脑袋掉了 绝无怨言 二哥就请您放心 好 五弟啊 咱们哥俩的交情 非同一般 你心里是真祸力 我就怕你们二位有口角 如果你们二位有个纷争 遗误了军机大事 可就坏了 既然 善五弟说到这儿呢 来呀 把罗城跟北平府 众位战将请来 徐茂公 走到善雄信面前 五弟啊 咱们大家一条心 把一次长蛇阵攻破了 可就是咱们大魔国的胜利 三哥肯定能够赢啊 时间不大 北平府少保罗城 带着张公 紧白显道这些人 来一道帅府 跪倒给秦琼 秦叔宝磕头 参见秦元帅 众位将军 勉力评审 战力两相 遵命 北平府这些人 站起来 往两旁边一站 二爷秦琼用手一指罗城 罗贤弟啊 现在我捧起帅印 你跪倒行礼 就算受你元帅之之 好 既然如此 众位将军 我罗城就斗胆了 说完之后 罗城对着帅印磕弯了头 然后站起身形 走上帅台 双手有打秦琼手中 就接过着帅印 秦元帅 就请你来辞帅吧 罗城也把帅印高高举起来 二爷秦琼走下帅台 冲着帅印磕完头 往旁边一站 这回元帅就是罗城了 罗城把帅印 放在帅案之上 然后在帅案后端然正座 徐茂公高声说 众位 咱们参见新元帅 大家一起跪倒 我等参见罗元帅 众位将军免礼平审 战利两相 谢元帅 众胆将就在两旁边站好了 罗城站起身形 抱拳拱手 众位将军 我罗城已然把帅印接过来 上有混世魔王大得天子的御旨 中有贾家楼众位弟兄的邀请书信 再由我表哥 秦琼秦书宝这封家书 我罗城是不得不来 可是你们也知道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的父亲是隋朝的北平王 而且我家法森严 我怎么来到大摩国的 不瞒众位说呀 我的父亲知道我到山西去瞧柴烧柴丝长 我的母亲知道我上泰安神州二郎庙去烧香还原 实际上我骗了我的父亲母亲来到大摩国 我是大隋朝的燕山公啊 我帮助大摩国攻打隋朝的长蛇阵 我是顶着挂罪 如果走漏了风生 靠山王杨岭知道我罗城帮着大摩国破了他的阵 他能跟我父亲北平王玩得了吗 我是担着风险领辞重任 所以就一定把针破了 众位将军 请你们务必服从我的指挥调动 如果我派你往东 你非望西不可 这长蛇阵破不了 知道的是你抗令不遵 不知道的就会说我罗城不懂得破这长蛇阵 如果发生这种事情 对不起了 我就按军法从事 军中有十七条禁令五十四斩 少时间我让军政司写好了 贴在帅府大唐之上 众位将军 你犯到哪 我可要犯到哪 到那时候可别说我罗城翻脸无情 我可是为了大魔国 他说到这两只眼睛斜着看了一眼赤法 灵官善雄心 秦琼就跟罗城说 罗元帅 这些话我已然讲清楚了 好 我再说一遍也不算多说呀 咱们还是先把话讲明媚为好 咱们再说这长蛇阵 想当初楚汉相争 三七王韩信在九里山摆下十面埋伏阵 他这一阵能化成十阵 这才把楚军消灭 逼着楚王项羽 逃到乌江自吻 昨天我跟大哥二哥三哥到山上望下观桥 看到杨林这座长蛇阵 如果说杨林知道咱们能够破阵 他至少一阵变三阵 临时就可能变成二龙出水阵 或者就变成天地人三才阵 这回呀 他不知道怎么突如其来 破他的一字长蛇阵 所以让他的一阵变不了两阵 也变不了三阵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叫一字卷地长蛇阵吗 这个阵相当厉害呀 你打他舌头 他掉舌尾圈你 你打他舌尾 他掉舌头圈你 你要打他舌的中心 他就把舌头望左掉 把舌尾望右掉 把你全军人马圈到这长蛇阵里 罗昌说到这 接着又把在毛家级王家老殿碰见震胆定眼平的事情 跟瓦刚山众位将军讲了一遍 众位将军 这是该找我们大摩国能破阳林的一次长蛇阵 大家伙一听着高兴啊 你说这事怎么这么巧啊 罗昌把话音望下压了呀 众位将军 话已说明我可要派兵前将 罗昌用眼睛扫尸了一面重男将 然后伸手抽出了第一支凋零前 拿眼睛扫尸了一眼 赤法灵观善雄信 善雄信心说 甭管你罗昌怎么说 甭管你怎么讲 瓦刚山五虎上将 我善雄信是头一名啊 罗昌投一个会不会派善雄信 咱们下回再说